林鄭雄表了意志 昨天阿雞珍忍不住 英文虎報立即出聲 香港standard 即是說在現在的報紙系統上 傳媒系統方面 他可能不相信其他人 有一條線就落到虎報 或者東周刊 然後虎報和東周刊 分別連環出擊 幫陳蓬佛真做事 陳蓬佛真已經在招攬香港人才 加入他的Carbonnet 究竟竟是競選Carbonnet 將來Carbonnet就未知 叫來給CV 我相信這些是多餘的 因為看來虎報主真 是需要競選 如果既然董建華的團結 香港基金是全力支持 政府主席董建華 是全力支持陳蓬佛真的話 陳蓬佛真的Carbonnet 就是團結開港基金 也不用說了 不用再問人拿CV 根本團結開港基金已經在 團結開港基金本身是一個致富 本身也有幾多人才 有幾多人在裏面 人才我是不是我不知道 陳蓬佛真擺明 就是這次要選的了 但是坦白說 林鄭的強勢 是真的越來越強 大家如果看清楚一點 她本來有一個非常之可能 出現一個弱勢 但是這次她上京 即是上去北京 似乎她未必拿到綠燈 但是似乎也沒有拿到紅燈 可能她也知道梁振英 所以梁振英最後一擊 分別出了何柱角 出來叫林鄭人不要連任 也說了其他人的名稱 某程度上她知道了 梁振英不出來選 所以用其他人的名稱 寧願在她馬房裡找其他人 包括了陳志思 當時也有點名的 包括了黃東勝和小思嘉 另外也跟著張志剛 其實好像在1月3日還是10月底 出了一個社論 出了一個文章 這個文章兩部分 第一部分是有數臭 又罵林鄭月娥 即是說她不應該連任 說她無能 第二個就是說 北京應該被人出來陪跑 不是陪跑 被人出來和她一起跑 不需要這麼快做決定 去到最後關頭 最後一天你才好做決定 即是說張志剛這段說話 其實是很堪步的 某程度上 就是向北京進言 希望現在不要做決定 讓梁振英馬房出來跑 你不相信也好 你不如在跑的過程中 看一看她的政綱 看一看市民對她的印象 從而再做決定 即是說 張志剛這樣說 基本上可以感覺到梁振英馬房 就凍到水了 而另一方面 陳奉富珍出來 亦都可以反映一點 就是梁振英本來都很聰明 他一直馬住了兩大建制派的頭頭 第一個態系就是董建華 第二個就是民建聯的 民建聯全國人大常委 記不到名字 他馬住了她 就是一個再出發大聯盟 再出發大聯盟 董建華也很聰明 這次他自己馬上出發大聯盟 就是我捧 陳奉富珍 某個程序擋住了梁振英 即是說 現在基本上可以看 現在董建華那一票就出發大聯盟 他是不是陪跑就不知道 我覺得是陪跑的 不過他出得來 雞珍出得來 我相信也有些事情要看 也應該有幾多花心給大家看 可能北京看到 在鴻門宴的事件上 香港人是喜歡吃花心的 在吃花心的過程中 原來給香港人快樂 可能北京既然是這樣 何樂而不為 每個人投票選舉 每個人都用一千多萬 既然用二千多萬出來 如果兩個人 三個人就用三千萬四千萬 那不如把錢 令香港人歡樂 如果是這樣 現在明顯地 起碼有兩個candidate出來 就是陳奉富珍和 林鄭月娥 好了 第三個candidate會不會出現呢 我想這個是問號 這個問號 昨天也有人 怎麼說 抵不住頸 因為林鄭月娥 擺明在立法會上 基本上在宣讀 7月1日 即是在下屆特首的一個政綱 擺明了 包括十五規劃 十四五規劃 包括不斷說十四五規劃 包括不斷說十四五規劃 包括不斷說未來的願景 新春鬆 新開銳 平日德巨 包括人口政策 要儲人財富 加上性能 所有的其他工業化 那些都在說是未來的願景 那些未來願景 林鄭月娥已經很清楚了 已經在講他跟著的政綱 很清楚的了 然後輪到誰呢 輪到陳鵬匡長出招 而有一個人 擺明是很亂奸這個職位 最新夢死的這個職位 他似乎 曾經說過 他曾經扭過頭 說我不做立法院議員我不選了 北京說我再給你兩個位置 麻煩你做下去 他就做了 但據知 聶劉淑儀 就跟報界的高層說 他就拿到綠燈 他這樣說 我聽回來的 他也說 可能聶劉淑儀沒有說過 如果沒有說過 聶劉淑儀就大方一點 你不要那麼小器 不要那麼低能 而你如果想做特首 你更加不可以那麼小器 另一方面 就是 如果他真的跟報界說過 他拿了綠燈 然後 究竟他拿不拿到選委提名 這個特別 即是說 現在已經是1月13日 接下來 去到2月15日的選委提名 只有一個月時間 如果減了6年 就沒有了 而且疫情期間 大家不可以到處吃飯 葉劉淑儀 會不會馬不停蹄去找選委支持 或者是保證自己拿足夠的選委票去進去 競爭 究竟是2個還是3個呢 究竟是Queen Pair來的 雷Pair還是雷夫佬呢 現在究竟是雷夫佬還是雷Pair出來玩呢 如果真的是3個女人 又或者甚至殺出的李小家 或者李國章 如果是這樣 精彩了 問題在於 問題在於 我個人看 第一 香港人呢 根本是沒得投票的 即是 即是根本 誰選到是不關香港人的事 也不是香港人可以說的 如果我去看 我寧願有個雷夫佬出來 有一個非常喜歡葡萄 好小器 好小家的葉劉淑儀 好覺得自己也屬書 好似為小高傲 好小器的葉劉淑儀 再對著 就是林鄭月娥 也是一個好小器 也是一個很屬書 真屬書的人 如果說屬書 葉劉淑儀是真的不夠熱 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是屬書 過葉劉淑儀很多 除了保安科上的一些政策 或者一些條例 葉劉淑儀是比林鄭月娥 之外 其他所有範疇 葉劉淑儀都是輸了給林鄭月娥 葉劉淑儀根本是不熟的 只不過人家有個錯覺 覺得她熟 但如果你說自信 葉劉淑儀和林鄭月娥 都是高度自信的人 如果你說小器 葉劉淑儀和林鄭月娥 都拍得住這麼小器 而其中葉劉淑儀的小器 是立刻給一個黑面黑口 當然林鄭月娥也會 不過林鄭月娥是相對毒一點的 她就會往後去報復 而葉劉淑儀 就會立刻即場 都不睡巢 都要一定贏回你為止 所以最少如果電視辯論 如果出現這些環境局面 葉劉淑儀對林鄭月娥是好看的 然後陳馮富真是怎樣 陳馮富真肯定是比較開 他肯定是一個更大方的人 因為他曾經出國 曾經在世衛 曾經在日內雅工作了這麼多年 十年 頭尾 他曾經在世衛連任國 很明顯 他在外交手腕上 是肯定強過林鄭月娥和葉劉淑儀的 當然葉劉淑儀未說一定選 一定有些入閘 但是陳馮富真是有得入閘的 如果陳馮富真和林鄭月娥去比 一隻我和一隻雞去比 那隻雞真很明顯 肯定是比較大方的人 因為他能夠在日內雅 連任到世衛準鋼士 他一定有這麼想來不來 而在交際應酬手腕 在平時掌握民情 掌握人的意見 他肯定強一點 而且他是見過世面 他比起葉劉淑儀 或者林鄭月娥遠遠見過世面 他是世界級機構曾經工作過長時間 他與北京的關係 肯定是屬於交融 當然北京和林鄭月娥交融一樣屬於交融 但是北京和陳馮富真一樣屬於交融 就算陳馮富真初去的時候 也是北京怎樣去試一試 但結果他在這麼長時間 可以在職位上繼續連任 但林鄭月娥明顯地 他這方面和北京在溝通方面做得很好 即是說北京是可以絕對地信任他 董建華選擇他 也不是空語來風 即是說 如果林鄭月娥對著陳馮富真 是一個幾不同的人的對決 一個是大方 一個是小器 一個是見過世面 一個是基本上有一點很厲害的井底之蛙 是一隻很厲害 不過仍然是井底之蛙 一個是比較中庸之道 一個是比較好工很搶 這方面怎樣 如果中間再加一隻二樓淑儀 那張造圖 二樓淑儀霸著了 好像他在山頂做運動 抹大大腿 好像琴他一樣 他霸著的位置 就死都不可以坐下去了 不過是坐不到的 大家看到他 因為他的腳扭在椅子上 所以就像很奇怪的現象 那葉劉淑儀會不會真的 好像他自己 跟報界這樣說 如果劉淑儀沒有這樣說 你可以出去澄清一下 我就直接指控 你跟報界說 有報界跟我說 就是說 你聲稱自己拿了北京的綠燈去參加特首選舉 如果你說你不是的 你可以出來澄清 你是不是罵我 你一定會罵的 我知道你喜歡罵的 我知道你小器 不過我勸你 如果你真的想要選特首 你就要戒掉小器 你那種小家和小器 可以顯示你根本不是特首的材料 你罵我沒所謂的 但選委其實看到 選委自然會覺得 你根本不是那個材料 不會支持你 根本你連入閘的機會 可能都沒有 入閘機會不是北京秘密綠燈你 入閘機會是選委 肯不肯有人給你票 去提名你 不過anyway 如果是三條吵的 即是吵夫佬去欠特首之位 雖然香港不能投票 我們不能投票 但最少我們有一場花生蘇體 好看過可能是全民造星 當然歷程 將會很快出現 我想現在和權拆掌了 林鄭月娥已經開了第一波 已經在立法會上展示了她 其中的政綱骨架 說得很清楚 無論人事結構 無論她重點工作 連輸入勞工她都說了 其實她昨天 包括輸入勞工 包括新北都 包括明日大禹 她仍然堅持明日大禹上馬 也包括了跟大陸前海之間的聯繫 包括再工業化 包括香港要發展一個創新產業 這些全部 而劉淑妍都已經有所正綱 陳鳳虎珍會不會盡快出到她的正綱呢 會多些網絡 多些新聞給大家看呢 而葉劉淑妍會不會忍不住 今天開始 或者她還未準備好 明日後日 或者星期日開始 做些事呢 又會不會她跟周末 又去山頂補運動 或者做運動 又用做運動的形式去公布呢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特首選舉 即是爭凳仔 講到這麼多 明日我每天都會繼續講特首選舉 因為現在似乎 都已經在Canada店頭了 每天都要看一看更新 明日都說了 跳了去林鄭若的答問大會 四C十五局 我個人的看法是多鬼魚 直接用英文 用粗口說多X魚 原因就是每一個特首 基本上都希望在政治酬庸方面 有多些位置讓她自己拿著 又或者甚至乎 有些官員 可能不是她放進去 亦不能移動 例如林鄭若很明顯面對著李家超 很明顯面對著曾國偉 都不是她選擇的 她動不了這些官 但是這些官員是否完全 聽她的笛 我相信也不是 那些官員是否真的做得好 我相信也不是 亦在林鄭若眼中是不合格的 她唯有增加這些職位 令到她可以多些人才 放進她自己的內閣 令到她的政策差行方面 不會出現阻礙 譬如很簡單 副司長很簡單 就是她不喜歡跟李家超合作 就放在副司長下面 我有什麼就直接跟副司長說 我就不跟你說了 這個很明顯就是其中一個可能性 譬如陳凡在運房局上面表現 其實如果你說 陳凡會不會管兩個不同的範疇 是辛苦的 是辛苦的 但是她是說政策局局長 因為其實下面 無論運輸或房屋 都有常備幫她 實際執行 即實際行政工作 不是陳凡做的 是常備做的 當然 如果運輸或房屋多問題 開會都可以開死她 這個是是的 這個局應該拆的 而文化局要拆出來 要加出來 也無可厚非 不過 將衛生局 將民政事務局 將環境保護 這些局的名字改 我就不太贊成了 因為改一次名字 基本上是勞民相財 改一次名字要印過了 改了水牌 印過了信紙 網站也要印過了 印也要印過了 什麼都做過了 基本上是浪費錢的 除了你加兩個局 不能不加之外 或者運房局拆之外 其他我覺得不應該變的 如果在職能上變 是不需要在名字上變一次的 這是很形式主義的 比如說衛生 即是陳肇始 那個局 我看到陳肇始 不能連任 如果陳肇始 本身那個局 是注重衛生工作的 醫務和衛生工作的 那你將那個局 注重這件事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把名字改得太多 因為改名本身是勞民相財 而我也看 本身 你將3C13局 加到4C15局 其實都是政治囚庸 亦都是保證自己的山頭 是夠大 還有夠壓倒性 這個某程度上 都是顯示他們自己沒有信心 如果他們自己有信心的話 李家超也可以用到 如果一個隊伍 一隊足球隊伍也好 如果他們打得好 踢得好厲害的話 其實明顯的 厲害的一個領隊 就是無論你給什麼仗 他都有一個很好的表現給你 就是說他不需要 是有非常之 每一粒粒的街星 他都可以 就贏到一球 這個要看領隊 是否能夠運籌為壓 當然有運氣 但是他對形勢的 是否透不透徹 怎樣佈局 這些是重要的 重要的 是否都要把團隊擴大 是否都要增加人手 這個不喜歡 我們要放另一個人下去 這樣做 只會令到每一屆特首 都希望增加 那個 就是他那個內閣 即是說 那個組織架構的人員 待會做一下 可能將來 十師五十局 這樣就沒有意思了 對 對